印尼的健全家庭发草案 最近成为了热门话题 因为其内容具有争议性 并且侵犯了印尼人民的隐私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条文之一 是规定父母必须与孩子分房 不同性别的孩子也必须做出分隔 记录在健全家庭发草案 实现家庭安全的第三部分 第33条第二段第二点写到 家中父母必须给孩子们独立的卧室 不同性别的孩子也要分隔开来 印尼繁荣公正党PKS国会议员 Netty Presidiani 是健全家庭发草案的 五个提议者之一 印尼点滴网引述Netty的说法指出 家庭成员同方有引发乱伦的疑虑 他向雅加达国会大厦的记者表示 事实证明一个七岁的哥哥 有可能会骚扰五岁的妹妹 这就是家长没有帮孩子分房税的结果 许多人认为立法侵犯了公民的隐私 这不是政府应该管理的事情 健全家庭发草案不仅受到民众反对 就连其他人民协商会议的成员也反对 印尼儿童保护委员会 KPAI专员Jazzar Putra告诉点滴网说 居住权仍然是许多家庭所面临的问题 并非所有住亚加达的印尼家庭都有房子 亚加达仍有许多小型租屋室 厨房和床都摆在一起的 Jazzar质疑健全家庭发草案 要如何来解决住房问题的部分 印尼国民民主党人民代表大会 副主席Lestari Molidijat 告诉罗潘报说 他认为该发案的草案 对家庭造成过多干预 Lestari解释养育子女是每个家庭自己的事 世界拥有许多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 当然每个家庭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该法案并没有解释当局将如何执行 这个侵入性的法律 健全家庭发草案是与其他49项法案 一起列入印尼的2020国家立法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